來 現在有個老公定居在台東 是台東的都蘭 喔 喔 那大哥有走到都蘭過嗎 當然 你跟老公認識二十幾年 好像最近才跟他辦婚禮是不是 就前幾年吧 就是去公所寫一寫啊 對 那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有這個消息啊 沒有 不可以 男生名分 因為就覺得因為 一直都覺得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 結婚證明的這種東西 在就是在我們生活之中 有一天真的就是去上 小燕姐的節目 她就在跟我聊 你為什麼都從來沒有想過 問問這個人有一天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然後需要什麼 你要在旁邊或幹嘛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樣的身分 你沒有辦法為他做任何事情 對 然後這其實確實有讓我想到 大概有十年前吧 就是我先生她那個心肌梗塞 然後因為有寫那個 病危通知書的這一種 然後那個時候 對 我什麼也不是 我就只是個朋友的身分 對 然後所以我就慢慢的 就考慮了一下 所以就有一天 我們就想說 就看看皇帝嘛 農民曆 這天日子好像還不錯 我們就 自己看 對 就自己看看 然後那就找朋友 就你要不要幫我蓋個章 找兩個朋友蓋個章 不是 這個時候你跟你當時的男友 這樣說 不然就今天吧 還是你們兩個 就是有一個講好的 又有一個講好的 因為畢竟她還是一個 外國人的身分 雖然我講得好像很輕鬆 可是在這個之前 她可能要先回 可能她北海盜的地方 然後想要去辦她那邊的 證明文件 之前為什麼一直都沒有辦結婚 就是這太麻煩了 想起來就很煩人 對啊 就是你要去這裡 去那裡 去那什麼外交部 還有什麼的移民署 還有什麼的 然後後來有一天就是 想說 就照小燕姐的講法的話 然後就想說 好像也不辦不行啦 那就真的自己去這樣子 實地地去解決了這個問題 就發現好像也沒有這麼難 對啦 那我們先去了 為什麼要換生活環境 我覺得這必須要從 我們家的狗開始講起 我有三隻狗 然後他們大概都已經養了 都十幾年了 所以最老的十四歲 然後最年輕的也十二歲了 帶出去遛狗 因為我是住在公寓的四樓 回來的時候 沒有電梯的 然後回來之後發現 爬四樓會摔三次的時候 狗的腳沒力了 狗就會這樣子一直摔 然後當下其實自己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給牠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環境 然後當下就開始 看什麼房屋仲介什麼的 又看到台北市 新北市 或者是遠一點 看到五谷 龜山的這一種 我們想要的是更靠近大自然一點的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就往海邊走走看好了 那我們會覺得 台北附近的海會比較的潮濕 那所以就想說有沒有乾燥一點 還可以看得到海的地方 所以日本的海邊我們走了一下 然後到台東的海邊走了一下 然後我跟我先生都決定 台東會適合我們居住 就是未來一直站在這邊 比日本的海邊怎麼樣 比較暖郭還是... 因為應該這麼說 因為日本它畢竟是一個 大家會覺得說 日本是一個很好居住的一個生活環境 可是那是因為大家沒有真正的生活在當地 當你真正生活在當地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 因為你周遭一定有鄰居 那鄰居之間你可能要考慮到 你要如何的那個敦親目靈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不然你就很可能被排擠在這個 一個小角落的地方 那我先生他其實就一直都不是很喜歡 日本人的追焦 所以... 對 他們的文化是這樣 對 他覺得他並不是很喜歡這個 所謂的比較虛情假意的文化 就是... 有禮貌文化 也太直白了你們 對啦 然後那剛好我們去了台東都蘭 他非常不日本人 他其實住在日本的時間很少 其實很多日本人 定不喜歡這個環節 那他都覺得說 對 人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直接了當一點會比較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剛好 因為有朋友 他是在台東的都蘭 他也是從很長年的工作 他就放棄了 然後就全家搬到都蘭的 然後我們就去他們家玩 然後就覺得說 這個地方真的太奇妙了 就是晚上 那個時候剛好是士卒賽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士卒的 你就會發現那家店裡面 在台東的都蘭 可能有巴西人 有法國人 有西班牙人 美國人 在這家店裡面 大概有一半以上 全都是外國人 那我們就覺得說 有一個外國人 就日本人來到這邊 大概也不會奇怪 因為也有其他的日本人在那邊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都蘭實在是太國際化了 那就會覺得 應該比日本會更合序生活 所以妳這個事情要 只想了三天 就做決定了嗎 對 決定要搬過去 看了日本之後 看台東 然後中間是相隔了一個禮拜 然後看完台東之後 就決定 開始來找台東的地 所以說妳發現 搬去台東之後 花的錢比妳想像的要多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歡 海的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來到台東 我還是看不到海 那還不如就住在台北 那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 可以看得到海 然後又是一個平房 又有大片的院子 但是又不能夠太大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五六十歲了 有弄一個兩三千坪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搞定它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 大小合適的 然後所以就選擇了 現在的這一個 所謂的有農地 有農舍 然後有一個 自己的小小的院子的地方 小小的院子 我可以知道是幾坪嗎 講起來好像很嚇人 叫做四百五十坪 但是其實也就是一分半 或者就是 其實也沒有多大 就是我們也看到那種 就是真的就是 七千坪 就是 就是 我要幹嘛呢 我從我正頭走到那一頭 當然要兩鐘頭 對 我們也不能夠弄太大 對 現在最享受的就是 狗狗了 真的 我們每天就在這邊 隨便跑 自由跑 這個你也 你也會擔心 就是 它隨便跑 因為你知道平常在都市生活慣了 它隨便跑其實就發現 草地上有好多的紅螞蟻耶 你知道躲在地上這樣打滾的時候 我就想說 它身上都有螞蟻耶 然後 你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在那尿尿了 還是在那大便了 它也不管了 它就到那裡就開始 這樣打滾 你會看它是開心的 對 然後就是每一天 因為我們還不是那種 可以把狗完全的二二四小時 養在外面的人 我們還是會讓它進到房間裡面 所以你知道每天 光擦腳擦身體 大概就是有十幾次的這一種 這樣也撞不開好不好 你突破你這一點吧 耶 來 觀眾朋友請注意 如果喜歡我們命運好好玩的節目的話 請上YouTube上面搜尋 命運好好玩官方頻道 就會出現這個頁面 是 然後這邊紅色的訂閱給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隨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我在這裡等你喔 喔耶